欢迎订阅中文学校 欢迎订阅中文学校 我们的半暑期班已经办了三个年头了 那么我们半暑期班是本着弘扬中国文化和趣味教学的宗旨 让孩子们在玩的过程当中既学到了中文又了解了中国文化 孩子们到了我们的暑期班再也不会感到学习中文的单调和无趣 相反孩子们会高高兴兴盼望着第二天再来 家长也放心了很多减少了很多他们的后顾之忧 所以我主要就想讲一讲我们光华暑期班的创办和运转 那么说到光华暑期班的创办呢 还要从我们光华中文学校说起 刚才我们对尤恒校长也介绍了 我们光华中文学校已经成立了将近有二十多年了 历史了 那么我们现在有注册学生已经是超过八百名学生 那么呢每年到快放假暑假的时候呢 总是有家长到学校办公室来问 说我们学校能不能够自己办一个中文班 中文暑期班呢 我们小孩在中文学校学了一年的中文了 那么呢他这个暑假放假三个月 等于就放羊了三个月 那么回来呢好像又忘光了很多 能不能开这么一个班 让我们的孩子能够在就是有温习这个中文的过程 另外呢还有很多双职工家长也来说 我的小孩反正是要去一个暑期班 我希望我的小孩能够呢来到这里呢 来有一个咱们自己的暑期班 能够在暑期班里就学到中文 就学中国文化 所以呢根据这些需求呢 我们就开始有了办我们自己暑期班的这个想法 那么呢办暑期班的想法呢 开始有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考虑很多问题 第一个考虑到的问题呢 就是生源问题 那么呢 就是生源问题 那么呢这个生源问题呢 我们考虑到很多 首先呢就考虑到这个招生对象 招生对象呢 那么我们关华我们中文学校呢 majority呢都是ABC kids 就是说呢怎么说呢都是父母从大陆过来 那么孩子呢是在美国出生 那么呢所以我们缓他叫ABC kids 那么呢我们呢招生对象呢 我们不想极限ABC kids 我们还想念向这个所有的这个美国的孩子 因为最近呢大家也都发现了这个在美国市场上的中文呢 越来越popular 有很多美国家庭的孩子都愿意送他们的孩子呢 来中文学校学中文 所以我们的招生对象呢是面向所有的人 那么招生年龄组呢 我们是怎么说呢 我们分了三个不同的年龄组 主要呢年龄是一方面 但最主要的还是根据他们的中文的level 所以呢中文呢我们有就是根据他有一个beginner 有一个intermediate 有一个就是advanced 所以我们分成三个不同的组 那么呢我们招生范围呢 刚才说了是面向整个社区的 那么 下面 完了 有了这个声援呢 我们就想到我们要怎么设定这个课程 能够吸引孩子们 能够让孩子们在我们的暑期班玩得开心 又能学到东西 那么呢我们的课程设置呢 我们呢是每天呢都要学两个小时的中文 两个小时的中文呢 完了呢我们还设置了很多文化课 文化课 画画啊功夫啊 中国象棋啊 折纸啊 写大字啊 游戏 猪蒜 空竹 舞蹈 办这些课程呢 那等于就是每个小时呢一轮换 这样的小孩子呢一天下来呢 不会觉得好像坐在教室里 我学了就好像在学一样东西 学得很枯燥无味啊 他觉得很开心 呃 而且呢不是每天都是一样的 每天都会有不同的东西进来 呃 那么呢我们这个首先说到这中文课呢 我们当然要设置一个中文的这个教学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大纲 那么我们刚才我刚才说到了我们分三个年龄组 那么低年级中年级和高年级 那么呢我们低年级呢主要是采用图画认字 就是小孩呢能够通过图画认出中国字来 那么呢或者是从中国字呢能够在黑板上画出一个图来 就表示他们明白这个字的意思了 完了呢会讲一些图画故事 呃中年级呢我们呢呃呃采用了用孔子故事 成语故事完了呢今年夏天刚过去的夏天呢 我们又采用了这个弟子规 让孩子们呢就是说学习这个背诵 在背诵这些在学习这些故事和背诵弟子规的过程当中呢 能够学一些咱们中国文化的这个礼节校啊什么这些之类的 完了在学弟子规的过程当中呢老师也很creative哈 呃教他们背念以后呢完了呢为了教孩子怎么样孝顺 还给带着面粉过来 再还让孩子呢在教室里呢学包馄饨呀包饺子啊 把他带回家去给自己的父母 这样呢就让他们学会了中国这怎么做中国的饮食 又学会了怎么样去孝顺父母 到了高年级呢呃呃这些故事就不能打发他们了 所以到了高年级呢我们就主要是采用用中国文化和历史知识 主要呢就是为高中生呢为这些学生呢 他们AP考试啊和历史知识竞赛做准备 那么呢文化课程方面呢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我们有写大字有猪算 呃完了呢下面一个 还有会有中国功夫 还有中国象棋 还有舞蹈课 还有Chinese yoyo 说到Chinese yoyo呢 呃我发现这些孩子们真的是很喜欢学 呃很有意思 完了还会有中国文化课 还会有这些简纸 画画课呃 呃这些课程 然后下面呢我们还会有些算术和科学过程 呃所以呢就小孩呢还会学一些基本的趣味算术 趣味数学 然后呢这个呢是我们呃一个samble吧 就是说我们的课程安排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课程呢每天每星期一新价新三新四每天都有 呃中文都每天都有 但是呢其他的课程都会穿插的 呃不是一样的 那么呢呃呃这是中低年级的呃下面一个高年级的 高年级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主要是呃中国文化 然后呢下面呃有一些画画一些的那演讲 还有一些英文写作 这是一天的那个课程 那么呢再下面一个呃我们呢呃呃 呃呃熟期班呢呃呃每一期呢都会组织学生去郊游呃呃带孩子 为了也是为了吩咐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嘛呃整天坐在教室里过暑假了到外来去透透风哈 那么呢我们呢每次呢 我们每次呢举办的交友活动 我们会去不同的地方 我们会去中国城 会去动物园 会去自然科学博物馆 每次去呢孩子们都高高兴兴开开心心的 完了呢 这个呢是我们 这鼠西班的tournament呢 是我们作为一个review 这是作为一个review的一个 就是review就是孩子们呢 到我们鼠西班学了很多东西 我们呢就每到就是学期结束的时候 我们会举办一个tournament 用比赛的形式 把孩子们分成两组 不是individual比赛得奖 而是分成小组 那么呢每个组呢都会 那个根据比赛呢 他们有才艺表演 有认字比赛 有数学比赛 有各种比赛呢 那么呢就是孩子呢 一参加比赛兴致就来了 然后呢又review了他们 以前学过的东西 那么呢我们也会叫家长来观摩 所以呢家长也会知道 这两个星期孩子们都学了什么 那么呢我们鼠西班呢 老师的选用呢也是经过拆选的 首先要热爱教学 要我们都知道中文学校的老师 两个小时的教学 课上课后要二十个小时的备课 所以我们要没有一颗热爱的心 那是不可能来这教学的 所以首先我们衡量标准 他要热爱教学 然后他有一定的教学经验 要知道在美国成长的孩子 跟中国小孩教育文是不一样的 完了呢他要当然还有 obitability 不是所有的老师暑假都能来教课的 完了呢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呢是我们光发暑期班呢 最重要成功的一个呢 就是用学生TA的使用 因为学生TA呢 他不仅能够帮助老师呢 去帮助教学方面呢 最重要是他能够帮助我们管理这些孩子 谢谢 帮助我们管理这些孩子 那么他可以帮着孩子买饭 帮着孩子就是说 take care他们 然后呢 室外活动也可以带他们去 带领他们去做室外活动 然后呢孩子们呢 就说在 这些TA呢 因为都是在美国成长的孩子 所以呢他呢更明白 这个美国小孩 这小孩成长的这个思维方式 所以用他们来帮助小孩教学呢 是更efficient 那么呢我们当然也制定了 我们的规则手册 就是为了使大家都知道 各个方面的责任是什么 所以这几年呢 我们光华鼠席班呢 应该说是很成功 孩子们呢 就每天每次都是呢 高高兴兴的来 知识满满的回家 完了呢 每次呢都说 哎呀我还想再来 明年我还要再来 是可谓是其乐融融 谢谢大家 行 下面两个问题 我们一期是两个星期一期 完了呢是早 没两个星期一期 完了呢我们是半三期到四期 整个暑假 从六月份到八月份 还有问题 你们暑期的场地是什么 我们暑期场地就是租用的 我们那个 Local Montgomery College 现在呢我们马上就可以用 我们的那个文化中心了 这不是刚才尤老师 有效的介绍 好 谢谢